为了推动农业发展及增进农民福祉 吉安湘公所日前特别在二楼清明堂 举办了农业发展推动咨询委员会 就农业生产行销产业研发及推广活动 还有推动农业发展法规等 提供咨询和相关的推展任务 为了推动农业发展及增进农民福祉 吉安湘公所日前特别在二楼清明堂 举办了农业发展推动咨询委员会议 除了倾听农民新生 也针对农业相关法令及政策进行宣导 另外在这次也邀请到国立空中大学副校长沈中元 以幽默风趣的演说风格 让咨询委员能以更轻松的方式 在面临疫情及各项农业灾害之下 抱持正向乐观的态度 农物农作可以很精彩很快乐很多元 今天是我们吉安湘农业咨询委员会议的时间 透过了会议我们宣导一些法令政策的推展 以及集结所有咨询委员的共识跟意见 来作为未来分享在我们整个吉安湘推展农业 甚至于是慢活乐游发展观光的这个层面的分享 当然今天透过会议我们也带来两个小时精彩的这个演讲 由我们沈中原快乐教授来为我们开启农业 在我们心里里面怎么样快乐的解封 在我们工作之余 我们也可以带来无比的创意跟多元的分享 而会议中也有委员提出肥料价格飙涨及相关补助问题 代表农粮署出席的官员则表示 受国际战争影响 进口肥料的成本不断电高 目前除了原有的补助之外 也会将委员的问题带回农粮署进行讨论 而吉安湘农业客长彭连祥则回应 相公所将会演理肥料补助不同价的解套方式 来缓解农民的沉重负担 记者徐立青吉安湘报导